复活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复活的生命 阿们 阿们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息 只要我们信心 用信心回应我们的上帝 上帝就赐给我们 有生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生的生命 都有复活的生命 阿们 那 今天是复活节 复活节跟圣诞节 哪一个节日比较重要 复活节 复活节 复活节比较重要 因为复活节真是证明了 我们的主耶稣是得胜阿们 但是你看 圣诞节大家都穿到红红 是不是 戴帽子是不是 哇 这里去这里庆祝 那里庆祝 但是复活节好像是有什么节目 是不是 会有这样子 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基督徒明白 基督徒明白 基督徒明白 所以复活节对一个基督徒 非常的重要 如果 结束没有复活 我们一切所相信的 都是恍惚的 阿们 因为我们人 人生 在这个世上 是很惯张 人死了 灵魂就会去一个地方 所以上帝今天 应许我们有复活的生命 阿们 所以这个 在世界这个宗教的历史上 这个宗教的创办人 这是 耶稣 只有耶稣从这个死里复活 这些宗教的历史 只有耶稣 是从死里复活而已 每一个宗教的创办人 每一个都死的 在这个世界 能看很多宗教 印度教 什么宗教 什么宗教 但是 这些创办人 都 死了 而且 粉末还在那里 但是基督徒不一样 基督徒 基督教不一样 基督教的耶稣 是已经 复活了 祂的粉末 是 空的 所以今天我们 有盼望 耶稣叫我们信 祂是 复活的主 祂已经 证明了 这一切 祂并不是叫我们 相信一个 空的东西 祂已经证明了 祂的粉末 就是空的 祂已经复活了 有一个 有一个宣教士 他去这个 印度 印度的这个地方 宣教 他的名字叫做 Stanley 史丹林 男主 他正在传规 突然间 有一个悔教主 跑出来 他说 为什么呢 他说 我们悔教主 有一个 我们基督徒 没有的东西 然后这个牧师 就回答说 就问他说 诶 是什么东西呢 然后这个悔教主 就说 就是你去这个 美加 卖家 这个地方 你去看 我们的 默罕默德的 尸体还在那里 所以我们的 相信 是 真的 因为默罕默德的 尸体还在那里 但是你们 这个图 却不一样 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去看那坟里 没有耶稣的尸体 你们相信 都是可能是 传说而已 所以这个牧师就 就反驳 这个悔教主 都说 就是这个 混乱 耶稣的尸体 就是没有在里面 所以就是一个证据 我们认为耶稣 没有在 混乱里面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证明 他是复活的 Amen 所以这个悔教主 哎呀 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 所以今天啊 耶稣叫我们相信 他是复活的主 他已经留下了 许多的证据 甚至有许多人 为了这个真理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们相信 是真理 不是虚空的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 信主的时候 听到耶稣复活 他有什么感受吗 通常啊 我还记 我讲我自己 我还记得我信主的时候 牧师说 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神 我只是相信 耶稣是神 那么复活 我只是 收在心里 复活有这个事情的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危机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要相信全部 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而不只是相信 他是因为神 他会怎样祝福我们 他会怎样改变我们 所以耶稣的复活 是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我们 圣经说什么呢 哥林多全书15章14节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 便是枉然的 你们所信的 也是枉然的 没有益处的 所以整个基督教的 这个福音的内容 就是以耶稣为复活 为中心 耶稣如果今天没有受死 没有复活 我们没有一个人 不得救 耶稣就是会来到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三天后复活 叫我们一切 信他的不至于灭亡 可以得到我们 是吗 然后耶稣 圣经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若靠着基督 若只是在今生 有盼望 这里说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可能听不明白 这里说 他意思说 比如果我们信耶稣 只是在今生有盼望 来生没有有生 没有盼望 我们比很多人更可怜 因为许多信耶稣的人 被逼迫 还记得我们的牧师 他的妈妈为了信耶稣 被自己的丈夫打 半夜要带着我们的李牧师 跑出去 受到逼迫 最近 最近 那个伊朗 伊朗有一个回教徒 他转去基督徒 然后 他是一个牧师 被判死刑 回教徒 给他四次的机会 叫他回来回教 他坚持他的信仰 坚持信耶稣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 他相信 耶稣 才是真正 父母的盼望 如果我回到回教徒 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一个 不换摩德的尸体 没有遗嘱 所以你看 我们在看这个照片 释迦摩尼啊 童子啊 摩摩德 这些都是宗教的创办人 这些人本不到今天还存在 他们没有胜过 没有胜过死亡 没有胜过死亡 我的家是暗广天 我忘记得你讲 我的家是神庙 从小到大 就是经历这些东西 看过这些东西 然后去到教会 诶 知道耶稣是真神 过后我愿意去侍奉耶稣 因为耶稣是真神 要不要侍奉拿 要 教会就花了四十千 派我去这个 基隆坡读神学 研究所有的宗教 所以一个结论 就是耶稣 就是一个父母的神 一个父母的神 以前有许多人叫我传福音 叫我信耶稣 我就笑他 没太三富 有八年我已奉祷 咧 叹戏就是这样写的吧 哇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子 都讲 气死我了 这是当年的我 报应 所以耶稣证明给我们看 祂是复活的神 祂的坟墓是空的 告诉你旁边的话 耶稣复活了 坟墓是空的 耶稣复活了 坟墓是空的 耶稣复活了 不管你的事 不管你的事 圣洁告诉我们说 人因为犯了罪 就误会了 神是圣洁的 有罪的人 能够跟圣洁的神在一起 当人跟神隔绝过后 人跟灵就死了 因为上帝就是生命的源头 所以当人跟灵死了 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 是什么 是充满的重处 他所做的明一件事情 是为自己 因为他觉得没有人生的 这世界没有神的 我要做什么 不能去做 不好的事也做 什么事都做 就像我们以前 什么事都做 然后 当一个人重生后 他的生命会改变 不改变 开始有爱 有饶恕 一切不该讲的话 都不该讲 都不讲 一切咒诅人的话 都不讲 生命完全被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 基督徒 我们的灵是复活的灵 因为我们相信他 我们向耶稣祷告 这个复活的圣灵 就进到我们的里面 重生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生命 可以改变 很容易地改变 不知不觉就改变 就是这样简单 今天耶稣如果没有 从死里复活 没有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 我告诉你 如果你读圣经 你真的是会发现到 神不断地用先知 来骂那些子民 叫他们悔改 很多都没有悔改 因为神骂是不能 讲是不能 除非神的灵 住在里面 所以有许多 在这个教会 真的是看到有许多 家庭有问题的人 有些闹要离婚 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婚姻开变 婚姻开变 以前我是 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觉得婚姻 我的爸爸妈妈吵架 应该是这个钱 是欠这个债 报应 所以我很后悔 那时候我很伤怯 为什么我会出生 在这个家里面 难道我也欠他们的债 每一天回家 都会欠他们的相骂吗 所以信了主 我也带了爸爸妈妈的信心 所以他们 没有什么吵了 家里有和平的 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 他们的生命改变 婚姻改变 所以今天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要把你自己的问题 交给这位神 他爱你 他没有说 你是有报应的 他没有说你有病 你家里有问题 这是报应没有 他要洗净你的罪 洗净你主宗 留下了一切的众主 让你的家庭 和喜好 和好起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复活的生命 非常的重要 一个人如果 你要让耶稣 复活的生命 进入他的里面 这个人呢 就没有能力 叫上手电筒 手电筒 如果你要放电筒 就不能找是不是 奋动 OK 卖一次 如果电筒打出来 就 哎呀 几贵的卖动有用处 所以 这个比喻叫好像 耶稣复活的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 就改变起来 就能够活过来 我们来看 复活的生命 大概怎么办法 关键 复活的生命 带什么盼望 是救我们 脱离死亡 那个说 脱离死亡 脱离死亡 哇 这叫死亡 真的是 很害怕 很害怕 特别 我以前 我的妈妈 也是很榜 哎 你怎么看 谁呢 谁呢 讲死 你 你怎么看 你谁呢 有一句话 我这样子说 人怕死 怕死人 人人怕死 人人死 我手没好 人怕死怕死 人人怕死 人人死 人怕死吗 人真是怕死 人不但怕死 他也怕死人 比如 某某的 某某的 邻居 他都这样 去世 哎 不可以去 我去算了 不可以 我怕 怕帮大 哇 我的家属 很大 我上次 不是 OK 所以人 会怕死 人人也怎么怕死 是不是 但是人人要不要死 也是要死 也是要死 所以基督徒 不一样 他们勇敢地面对死 死亡 没有什么可怕的 怕痛的 我也是怕 要不怕 死亡 不至于害怕 不至于害怕 我也 我的 我的 呃 我的 被分析 对 对 对 他就有这个问题 让你怕 讲到死 不可以 讲到这个不可以 不可以紧 我们都棒当了 哎呀 很辛苦的 他看到报纸的时候 哎呦 哎呦 我还行 对 哎呦 你真的 很痛苦啊 你明白吗 他的恐惧 他年纪越大 越老 他就越担心 哎呀 怀疑自己有病 哎呀 不知道是不是 什么病 或者是 当你一个人 不敢去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 所以基督徒 不怕 面对死亡的 人人都会有一死 但是上帝 已经来到世上 替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吃给我们 永生的盼望 阿们 圣体说什么呢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阿们 凡活着 信我的人 必永远 不死 相信他 你就领受 这个复活的生命 相信 耶稣没有说 你要给我一百万 才可以 他爱我 是不是 有许多人 不相信 复活的事情 但是当他的亲人 去世的时候 他会在旁边 做什么 哎呀 你不要死 你起来 你起来 是不是 你不要离开我 起来 你起来 他希望他复活回来 但是 当你跟他讲 耶稣是复活的主 他复活啊 他不相信 他人很矛盾 你知道吗 人都是很矛盾 在印度 有一个牧师 去传福音 就看到一堆人 围在那里 哦 原来呢 有一个人死了 是他们的亲戚 在被哭 牧师就走过去 我叫这个死人 复活 你们全部的人 都要信你 Baum 他可 反弱 特弱 最后决定 好 如果你叫 我的所爱的 复活 我信你是 ma 这个牧师 就过去 风雨 各位说明,起来! 起来吗? 起来,这边是起来 发生什么事情? 找个人 找个人? 两个情况 死了死了 这边架起来就跑了 过这种故事,过后就找见我们 好了,我们先来 不好意思,我们上帝 因为我们上帝是 复活的主来的阿们 祂能够 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 死亡,面对 一切的困难,我们来看 导罗说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帐篷 指着自己帐篷 帐篷,指着自己 左手指着自己帐篷 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做什么呢? 叹息 好恐怖啊,很传 保罗称我们的身体 这是短暂的 有软弱的 叹息老虎 但是保罗说什么呢? 我们并不是要把这个帐篷脱掉 乃是要怎样 穿上一个新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就不一样了 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就会怎么样? 讨叫做必死的生命 被生命吞灭 耶稣就是生命 耶稣就是生命 他吞灭死亡 今天死亡不能够胜过耶稣 虽然我们会有沦落 会有看起 会有劳苦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问题 可能你信主 为什么还是有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还在这个帐篷里面 我们会有劳苦 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保护的应许 就是我们不至于命 我们必得到永生生命 所以我们很勇敢的可以面对 有一个人 在1945年 德国人 这个是一位神学家 当时这个德国呢 有一个暴力的政策 你带那些 那些人民 基督徒就怎样起来反政府 结果很多那些基督徒被抓 就要面对死亡 那么这个神学家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跑掉 他去自首 你来做我了 我还是 我是神学家 还是他们的牧师 你来做我了 与他的 与他的门徒一起 面对死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神学家他知道 那些基督徒软弱 当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软弱 所以他去见他们 故意讲 就是为了讲这句话 这就是中间吗 但就我而言 却是生命的开始 就是应对这句话 他身边那些被抓的基督徒 哇 都带着叛华 没有带着死亡 今天都要忍着这个人 我再想一下 我是不是这样的人 你被抓的时候 他说 什么是阿撒尼哈 他就叫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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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人真的是 认真 认真 认识什么是 实力复活的行 他敢敢的回去 是什么 他没有跑 他真正的认识 就是实力复活的行 我们来再看 复活的生命 是能够怎么样 转化生命 哇 可能你听这句话 七 怎么是转化生命 还是绝一点 改变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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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得到改变 复活的生命 能够 改变我们的生命 但是说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这个改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是一个过程 然后你们经历许多的酸甜苦辣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们去读识福音处 门徒 哇 放下一切 跟随门徒 跟随耶稣 好像很无邪啊 你知道吗 当时耶稣真是很无邪 你知道吗 他出门 一走出去 算钱算贯的人跟着他 为什么呢 要从他身上比较理智 所以我是耶稣的门徒 哇 你拍啊 谁啊 他出门看 你叫死人复活的 哎 这些门徒 的确真的是 他们 对耶稣没有信心 耶稣一直重复说呢 他会三天后复活 但是门徒会怎么样 当耶稣被捉的时候 跑到完了 甚至彼得也是啊 三次不认主 他们也是有跌倒的时候 也是有软弱的时候 所以 基督徒今天面对困难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复活的叛徒 好 好 许多时候我们 只是 只是着重在 哎呀耶稣里面有没有 什么的搞 耶稣里面会有开路 啊 耶稣有帮助 啊 很喜乐 基督徒 我们要 以耶稣的复活 为喜乐 为 为 为这耶稣赐给我们 有个复活的生命 而喜乐 而不是为了他能够给我们 什么东西 而喜乐 这是非常重要 哦 我们来看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第一个记的人 是谁呢 诺大拉的 阿利亚 诺大拉的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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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耶稣复活的时候 第一个见是女人 不是男人 哈哈哈哈 是一群妇女 是一群妇女 OK 所以 就 这个诺大拉的阿利亚呢 圣经记载说呢 当耶稣 被埋葬过后 以前的 这个坟墓 它是一个洞 然后石头 这样子推 然后关起来 它不是埋在地 这样子 可能是不同的 一群妇女呢 就是拿这个香膏 那个香膏 就是 圣经说是很贵的 很贵的 就是普通人工 一年的工钱 工钱 就是如果你的一个月 就是一千五百块 乘十二 这个香膏是很贵的 这一群妇女就拿这个香膏 要去高 高末这个耶稣的尸体 让它消 OK 那么 这个 这个摩特拉的马列 就跑得最快了 它第一个到那个地方 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然后它看到什么呢 天使 天使 天使就在那边 它有没有看到耶稣 看到天使 OK 那么天使就告诉摩特拉的马列 他说 你回去 回去告诉门徒说 我主耶稣已经不回了 哇 他就不再凝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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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 约翰和彼得 彼得和彼得 彼得和彼得去到本坡的时候 看不到 耶稣的尸体 然后就怎么样 早了 走了 不过了 我到了马列 去那边看不到耶稣的尸体 怎么样 哭了 坐在那边 哭了 哭哭哭哭 哇 不知道耶稣跑出来 耶稣出来说 夫人啊 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夫人 这个摩特拉的马列 就以为这个 他不知道这是耶稣 他说 先生啊 是不是你 你取走了 拿走了 我的耶稣的尸体啊 请你把他帮给我 哭 耶稣就叫那名 马列 马列就反过来看 噢 真是耶稣 就坐住他 那这个整个 整个那个 叙述 就整个一个重点 为什么耶稣 不趁着彼得约翰 再的时候出来 那三个人看 等这两个人 走了 才写信条 摩特拉看 有他的原因 摩特拉很爱死 他看不到耶稣的身体 他很伤心很失望 他就是不肯离开 他就做着那 哭哭哭 今天我们基督徒 有时候好像看不到耶稣 我们祷告 祷告的嘴都走了 有的那里就没有了 好像都看不到耶稣了 我们放弃了 走了 没有待在那里继续等候等候等候 没有 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复活 就找这个女人 因为耶稣知道 这个女人 很可恶看到她 很爱她 他知道这个女人 绝望了 失望了 找不到了 所以他第一个去找她 耶稣第一个去找她 安须她 改变她 改变她身边 她再一次积极起来 靠近起来 父女们 就是那个跑得比较慢的 马利亚士跑 摩特拉马利亚士跑得最快的 这父女们也是跑到耶稣的本墓 看到天使 哎呀 他们拿着一大堆这个香膏 想要告耶稣的尸体 不过 太慢了 当耶稣 当耶稣不断的遇言说 我将会从死里复活 我将为你们受死 就有一个女人 就马上回去 拿这个香膏打破 然后告过耶稣的身体 马上 他知道耶稣会上死世架 他马上就付出了你的代价 告诺耶稣 要是这父女们 怎么样 听到了怎么样 没有马上行 就听到 你了 但是司空主 真的是要 抓到他们的机会 耶稣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跟你同在的时候 呼召你一起司空的时候 扭出去 不要等 上帝的脚步很快的 他没有等你的 你不给他用 他用给你 所以我们自奉主 承击力 阿们 告诉你旁边人 要做紧击力 要做紧击力 这个父女们 虽然高度到耶稣的身体 不过在回去的路途 耶稣还是怎么样 向他显现 向他们显现 还是爱他 还是不让他们 偷低低的 离开他们 耶稣很爱你 很爱你 好 好 以马 五十的路上 有两个门徒 听了这一群奉女说 耶稣复活的事情 他们也没有跑去 粉路那边 耶稣复活啊 哦 然后跟他更快的那边走 哦 耶稣复活啊 没有离路 没有离路 我 父女第一个跑去 我跑去 他没有离路 走走走走走 但是耶稣是怎么样 还是显现 问他们说 你们 在谈什么啊 他们不认得耶稣 奇怪哦 圣经说 这两个人眼睛迷雾 认不出耶稣 所以耶稣就 跟他们启示 有本圣经 整本圣经 一些的预言指着 耶稣从十里复的事情 哇他们内听 越火了 然后他们甚至接待 耶稣在家 那时候他们不知道 那个是耶稣来的 当耶稣 拜平的时候 哦 他是耶稣 耶稣 噗 他认到耶稣的时候 不再进了 那 所以圣经 也是上帝的话 解释圣经很重要 能够让你的心 更能认识上帝 心里活得出来 所以要读神的话 读神的话 读神的话 再来看 耶稣像彼得显现 他也像 十个门徒显现 不在这个 过程里面 有一个人在 之所以 多玛 大家说多玛 多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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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称他是 很多 多一的人 就是不信就对了 不相信耶稣讲的话 或他是耶稣的门徒 跟耶稣三连办在一起 耶稣曾经说 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计则我 没有一个人能够到 我到哪里去 然后多玛就说 主啊 我哪里知道你的道路是哪一条 叫我跟你去 不相信我 他是怀疑的心态 这个多玛 这个多玛呢 他旁边信徒 使徒 和这个妇女们呢 都相信过 看这个耶稣是父王 就是他一个不信 结果呢 他多玛 是在第八天 耶稣复活的第八天 才看到耶稣 最后 因为他怀疑 不信 很多人都讲了 他就是不信 最后才看到耶稣 他听到耶稣复活的事情 他说什么呢 哎呀 如果我没有用我的 若不是我 若我没有用我的指头呢 探耶稣的手 探耶稣的热补 我总是不行 我听到 那些门徒 使徒 看到耶稣 我这主啊 主啊 这个很过分的 这个 我不用求求你 我一定要小心 所以耶稣第八天 才向他先见 所以疑惑 多疑啊 多疑的人 燃主上帝的工作 人家一定信得到祝福 如何摆个门为你 人家已经看见了 你啊 很迟钝 太慢了 所以不要过敏 他说你旁边的 不要过敏 不要过敏 然后耶稣也怎么样 向他显现 耶稣说 过马 把你的手伸过来 他就 怎么样 过马就把 俯伏在地 主啊 你就是我的主 就是我的神 他遇见了复活的主 他生命改变 他去印度 去阿富汗那边传道 在那里 他在密度 建立了七节教会 五节到现在很真 他是多马 是怎样死的啊 被那个盾 乱 乱枪插死的 所以他看到 认识真正认识这个耶稣的时候 他真的是把其他生命 也愿意放强 愿意牺牲 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 哦我们庆祝 耶稣复活 哎呀 你真是 认识这位复活的人 所有真正认识 耶稣复活的门头 他们都会主圈道 在提比利亚 他们的海边 这是耶稣呢 去找彼得 彼得三世 彼得是个看见的耶稣 他是他 他不肯亲近耶稣 哇 耶稣亲自去找彼得 当彼得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怎么样 主啊我是罪人 离开我 他没有面子见耶稣 因为他三次不认识 但是耶稣见到他的时候 并没有骂他 还问他 叫爸我 我才问你彼得 你爱我吗 哇 哇 你能听 主啊我爱你 耶稣这样问 彼得你爱我吗 哇 三次 三次 彼得不能听 主啊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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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你无所不及 彼得生命 他成了一个盼望的使徒 他有个外号叫做盼望的使徒 约翰有一个外号叫做爱心的使徒 啊 约翰为什么叫做爱心的使徒呢 因为起初他很有爱心的 他跟耶稣去传道那些人拒绝 他问耶稣 耶稣啊 要不要我像以利亚样子 反复天降网把他们烧死了 我过这个约翰呢 认识真正认识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 他变成了一位有爱心的使徒 彼得是拒绝了 叛怕就叛了 当他认识这位主的时候 成为一个盼望的使徒 所以他说什么话呢 他写了两封信给这些教会 他说什么 愿送赞归 愿送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过的盼望 可以得到不能使坏 不能沾乌 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在天上的企业 快盼望 耶稣饶恕他 他的生命改变 复活的主饶恕他 他生命改变 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使徒 彼得还劝那些信徒说什么 万物的结局 进来 你们要谨慎 自首 进行祷告 有些基督徒还活在追走 为什么没有进行祷告 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常常要祷告 叫上帝救你 脱离一切的示范 要祷告了 不是信的主就OK了 你一走不来 魔鬼像这样 不是这样子 这是要认真的祷告 进行在上帝的面前 魔鬼没有放过你的 你一定要进行的祷告 大使命 耶稣显现 复活显现给人的主汉 是要他们去传回大使命 所以你说今天我庆祝耶稣的复活节 因为我要成就大使命 对的 如果你是说我要庆祝复活节 那这没有大使命 魔使命 大使命 传福音 耶稣向五百个门徒写见 这五百个门徒都为主殉道 死到晚 死到晚 男女死到晚 他们看见 认识这位主他们 冤死了命 耶稣身体也必会再来 他身体也必会再来 保罗是最特别的 他没有亲眼动过耶稣 不过他在之前就是Antichrist 就是抓那些基督徒的 所以耶稣在路上用光照他 就问 沙罗沙罗 为什么你逼活我 复活的主来找他 他看了 他遇见了这位真神 他身体改变 变成耶稣的使徒传福音 到最后也是为主舍命 他说什么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并且我们如今在路上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了 为我舍弃的 当年人都说 主啊你现在就是在我里面活着 我不再是自己活着 你就是真正正在庆祝这个 复活节的生命 阿们 阿们 这本书 就是 训道者的祷告 就从 AD AD 390 到1980年 全部 就是那些 训道者 他们站在审判台的面前 那个刀他都砍下来之前 他们的祷告 主啊你也你看 主啊我赞给你 全部的祷告 有几百个 都是为主殉道 所以有时候我回去看看主啊我真的是亏欠 这些人为你去死 但是我却忘记祷告 现在很迟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我有一个朋友他讲的一个 一个 他的 跟我讲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想想不到的 当我成为牧师的时候 我就很想去中国 传福音 因为中国很多的华人 讲华语比较方便 听说那个中国人 会传道的好像神这样子的 你是牧师 你需要他加倍 讲道 他真的是 服侍你 走到的 连冲凉都帮你冲 这个你要问我们的麦子 这样不是 真的是全是帮你死的 你好像神样子 不过呢 你去到中国 你要传福音 给他们 去那边讲道 他们第一 第一样东西会做的 就是带你去的地方 什么地方 本路 本路 子民你看 这里就是那些外国人 来这里中国宣教死在这里了 这是他们的本路 所以在槟城你可以骂 哎呀这是阿摩拉的宗教 但是你去中国 你不要仔细这么讲 有一基督主 忠于 那些 那些外老 那些外国人 来到中国 传福音给我们 死在那里 哦 所以基督教不是阿摩拉的宗教 宗教 你看到 不同 他们很尊敬圣经上帝的仆人 有许多基督徒 为主殉道 为主传福音 他们真正认识这位复活的主 所以今天耶稣复活了 有没有使到你生命可变 有没有使到你更爱主 有没有使到你 哇主啊我完全变远白产 有没有 我们一起站起来